水取血 在骨头的缝隙中扎针 用细针斜刺 这样会有一段漫长的穿行过程 容易引起气化反应 配合三叉三是天根针法 心门血 扎针时针尖不要碰到骨头 针身贴骨而行 体位是躺着 两手交叉放在腹部 多为剑侧取血或者扎右侧 因为心偏于左 可以治疗膝盖内侧痛 尾骨疼痛 正本血也行 取向思维 督脉是肌柱 硬糖是后脑勺 督脉的起指点 门筋血 斜扎进去 治疗肠胃方面的问题 太阳血附近的疼痛和痛经 正宗正筋血 配合使用倒马针 治疗脖子后面整部疼痛 成山对应神穴 尾针对应持骨联合 两个穴位对复科病很有疗效 接着